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桂林山水等等 正是因为这些被很多人熟知 所以现在的商界被开发的是极其之大 甚至在很多地方有了很多的争议 丽江就是典型 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丽江议论纷纷 不得不说去过丽江的人都舍不得离开呀 真的值得去看一看 首先从具有许多名圣古迹的古城丽江说起 有古镇树河 老君山 壁画白沙 雪山玉龙等 都是人们常去的地方 也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呢 自然有着比他乡美丽的地方 历史人文以及文化特色 还有民俗都是人们议论纷纷的 这样的好地方不被人们关注才怪 按常理来讲 口碑这么高的地区出了大量的赞美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非议呢 那么问题还是出在了当地的商家中 近几年 网上曝光出丽江各种令人厌恶现象 例如欺打游客 宰客 团废高价 强制买卖等事件 因此才支持很多人对丽江的不满 对于喜爱丽江的人们来说 更是怒其不争 爱其不幸 很想去 但又怕被宰客 不去又心中有遗憾 经过去年一年的整顿后 严惩了那些劣质现象 终于有了改变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丽江变得如此稀无人烟呢 是淡季的原因 还是整治后落下的后遗症 是淡季的原因较大吧 毕竟这个被上帝宠爱的城市 留业是十分发达的 不管怎样 现在的丽江依旧是那么美 空气清新 天蓝水绿 相信在旺季时 还会出现原来的热闹与繁华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